七名的把它列表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是把它涂颜色 涂颜色其实也是很醒目 可是其实毕竟没有列个表来的清楚 所以以后如果人家跟你要 你就列个表给他 你说你自己看 他说看的好累 你可不可以就干脆帮我把它列个表 所以我在F栏 增加一个栏名叫前七名好了 这个前七名就是把什么 把我们找到的号码 帮我把它怎么样呢 从它目前所在的A栏的位置 帮我把它复制到我们要的这个位置 那要怎么写 那实际上 你可以拿刚刚的这个程式改就可以了 这个程式基本上就是涂颜色 那我是把涂颜色改成什么 把它的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把它复制到这边来 但是问题我现在是在第二列 如果我复制一个下一个 应该要复制到第三列 那要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他一直往下一列 去放这个资料 这个就关键的地方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一题其实不难写 但是要怎么写比较简单 我分享一个写法给各位 其实第一个我们要如果前七名的话 那我就先把这个一样 你就打一个sub sub叫什么 前七名 enter一下 就类似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把格式化VVA里面的程式 把它Ctrl-C Ctrl-V过来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大体上他的做判断的部分是一模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部分在哪里呢 不一样的部分就是说当我找到的时候呢 我刚刚是把底色改成黄色 那我现在的话是把找到的这个资料怎么样 把它放到哪里呢 把它放到我指定的F栏的第二个储存格 所以这个是放资料的东西 SalesI就是这个12 那我要把它放 特别说 如果你要把它复制到另外地方的话 那你的这个东西要放后面 你要复制到哪里要写前面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Sales的第二列 假设我们先打2 逗点哪一栏呢 F栏 看得懂吧 这个就是把后面的东西 把它复制到前面而已 所以以后如果 像之前有的同学 好几个同学问 老师我怎么把某个储存格的资料 复制到另外一个储存格 就写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复制了 OK 所以这样写的话 就会把12放到这里来 OK 那但是这边有个问题 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其实 它会有结果 可是最后是39 为什么39 因为12 被21又盖掉 21又变27盖掉 所以最后留下只有39 那怎么改 所以这边的话呢 应该就是什么 当它第一次放的时候 是放在第二列 当它又有一个新的值的时候 它应该要变成3 那如果还有一个新的值 它变成4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数字 就是要被改变的 所以被改变的话呢 那你就需要一个变数 有没有 我们不是一直讲变数 变数 就是里面的数字要改 那就像说i i就是一个变数 有没有 因为它里面的数字会从2 变成3 一直变到43 有没有 它一直在改变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地方 假如要改的话 有一个小技巧 这个的话 你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叫k好了 那k的预设值是多少 你可以写在刚开始 k的预设值等于2 也就是说 它第一次被执行 k预设值等于2 然后2就放在这里 所以f2 可是当它怎么样 有放了一个东西进来之后 比如说12放进来 k的预设值就要变3 因为它要换到下一列 所以底下只要再写一行就好了 写什么呢 把k的预设值怎么样 加1写回去就好了 对 我们好像写过类似的东西 所以k的 k等于什么 k加上1 这个意思就是说 把k的值加了1之后 再写回到k 把它盖过去的意思 所以其实这个等号 等号很神奇 这个等号不是你以前理解的等号 这个地方应该不叫等号 这个应该是把后面的值 丢到前面去的意思 这个叫右边的值丢到左边去 或者右边的公式执行结果 把它丢到左边去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我发现很多人好像都没这个概念 然后呢 常常就是卡在这个地方 但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 等于就打通你的任督就买了 我看到很多人一直 可能是因为 以前数学学太多了吧 以前数学学不好的人 反而程式写得好 会不会 因为反而不会被耽误了 对哦 像我以前数学就不好 开玩笑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把你以前的观念带到写程式 因为写程式不等于写数学 所以特别注意 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可能要把那个概念 所以我一直一直一直讲 一直讲就是主要是 我发现很多人就是一直改不过来 所以你改过来之后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说现在程式真的不多 这样子就写完了 这样子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那这样来的话就怎么 把它执行看看 OK 所以我没改什么吧 主要是把这个销售后面本来是底色改 变成说把这个里面的资料放过来而已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列要一直往下增加 所以我预设值从第二列开始 只要每增加一列就往下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21 27 28 一直往下 最后39 他就不会一直被盖掉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清楚就不讲 因为清楚自己写一样的道理 那个范围 declare contents 但是另外一个等于衍生的部分 就是突然间有同学会提到另外 比如说老师那现在是 只要是小一点 7的 都 像 抓过来 但是他现在希望怎么样 对第一名先放 再放第二名 再放第三名 再放第四 一直放到第七名 他是希望 按照排名去抓那个资料的话 哇 那这地方 城市 怎么改 其实你也不要以为很困难 其实这边只要再多增加一个变数 那个变数的话也许叫J 好吧 那for i 好吧 for J 等于1到7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只要改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不是小一点7 是等于J 那J这个数字的话 你必须第一次是第一名 所以第一次他应该是放1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他第一次抓到就第一名 那你第二次给他2 他就抓到第二名 有没有 所以哦 这边你需要一个 会变的一个变数 然后他那个数字是第一次产生1 第二次产生2 一直产生到7 所以他第一次就查第一名 有没有 以此得以推 就可以了 只是说有点难度哦 如果你可以自己把它想出来 并且可以写出来的话 那应该会蛮有成就感的 其实不过真的 如果你这个可以写出来 已经算是很厉害很厉害了 OK 想想看 试试看 我们先先把这个做出来好了 前7名的部分 我刚刚是直接拿哪个地方改 拿这个来改的哦 这个 拿过来改 我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